大家好,炒芹菜的时候有人焯水,有人直接下锅炒,其实都是不对的 芹菜焯水容易营养流失,直接炒又很难炒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芹菜的好方法 炒好了芹菜,脆嫩入味不晒芽,下面看芽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芹菜切成三厘米长的段,放入盆中 加入小食盐,半勺小树达 加入小树达可以保持芹菜,脆绿不发黄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浸泡五分钟 准备两块钱的猪肉肉,用刀切成薄片 尽量切得薄一些,这样更容易炒熟 切好放入小盆里面,接下来把肉片腌制一下 来里加入少许生抽,少许老抽上底色 少许的胡椒粉去腥,一点点蚝油,半个鸡蛋精 用手抓拌均匀,使肉片中备的吸收到调料 最后加入两勺玉米淀粉,再次抓拌均匀 加入淀粉可以锁入肉片里面的水分 准备胡萝卜半根,先切成厚片 再改刀切成长条,切好放入小盆中 大葱半根切成中片 生姜一小块,先切成姜片,再切成姜丝 和大葱放在一起 蒜的几个切成蒜片,小米椒两个切成鞋片 一起放入小盆里面 5分钟过后,把泡好的芹菜清洗后供水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后放入蒸锅支架 再放入控水后的芹菜段 盖上锅盖,开大火蒸2分钟 2分钟过后,取出蒸好的芹菜 这样蒸的芹菜颜色翠绿,营养不流失 重用几锅,加入一勺水分油滑锅 再加入少许凉油,下入腌好的肉片 翻炒几下,8周片炒变色 盛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加入少许食用油 放入葱姜蒜和小米辣爆香 炒出香味以后,倒入胡萝卜 翻炒一分钟,把胡萝卜炒断生以后放入芹菜 改中火翻炒30秒 再倒入炒好的肉片 进入翻炒20秒,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时盐,少许鸡精 适量的生抽从锅边碰入 翻炒均匀,化开调料 使芹菜慢慢入味 简单翻炒两下,即可关火起锅,盛入盘中 这样炒的芹菜颜色翠绿,水分很足 吃起来够入味 喜欢的朋友就在家试着吧